3月28号小米汽车正式发布 到今天为止刚刚28天 28天我们就销售所担了 75600辆汽车 已经交付超过了5700辆车 可能对整个汽车工业来说 这个数字不算什么 但是对纯电教程来说 可能创新了很多很多的记录 我们会全力以赴 一定不让消费者等得太久 今年保证交付10万辆 我觉得小米汽车才刚刚开始 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 我特别特别感激北京这片沃土 我觉得如果不是在北京 我觉得小米汽车 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也不可能诞生